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布鲁纳的正手进攻威力还是很大的 这不同于传统的欧洲选手 一般欧洲女选手正手进攻力量都偏弱 这个选手的正反手进攻非常均衡 而且敢于用正手主动进攻 给正义镜制造了很大的威胁性 只不过在关键分的把握上 正义镜还是比较的有经验 第一局的比赛 布鲁纳发正手位球直接得分 正手发球抢攻 接发球反手拧拉 取得3比0的开局 正义镜揭发球挑打下台1比4落后 随后正手对攻 发反手位长球 将比分追成4比4 正义镜正手主动变现 布鲁纳正手抢攻反手位 正义镜连续反压底线长球 取得8比5的领先 布鲁纳反手打中路 继续进攻对手的反手位 将比分追到7比8 关键时刻 布鲁纳正反手连续失误 正义镜10比7拿到了局点 布鲁纳发正手短球 反手抢攻 将比分追到9比10 可惜最后一分还是出现失误 正义镜以11比9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布鲁纳在这一局比赛之分也很快 关键时刻 敢于主动进攻 通过第一局比赛 看出双方似乎在实力差距上没有那么大 正义镜作为老将了 可能在比赛的状态方面有所下滑 作为年轻选手的布鲁纳冲击力还是比较强 只要看到进攻机会就主动出手 而且也不怕打对攻 到了第二局的比赛 正义镜正手对攻 抢攻反手位 取得3比1的领先 紧接着 正义镜连续强化正手的进攻质量 将比分扩大到了5比2 看对手没有好的追分办法 正义镜正手快带 发正手短球 将比分扩大到7比2 大比分领先的正义镜 这个时候反而出手不果断了 被对手快速追分 布鲁纳接发球正手抢攻 反手对攻中路球 正手连续进攻 竟然将比分追平反超了 布鲁纳反压底线长球 正义镜发球抢攻失误 7比10落后 布鲁纳打出了一波8比0的小高潮 最终正义镜以8比11输掉了第二局比赛 正义镜在这局比赛非常可惜 被对手短时间内快速追分 打出了逆转的气势 正义镜突然没了进攻的手感 这就是双方之间的心态导致的原因 特别是比分落后逆转的选手 心态一旦保持稳定了 手感就上来了 反而正义镜被压制住了 主动失误偏多 所以比分领先千万不能特别保守 不然的话 对手就不会给他机会 进入了第三局的比赛 正义镜正手拉直线 布鲁纳正手对攻强化速度变化 开局双方打成了3比3 布鲁纳接发球白短失误 正手抢攻失误 这样正义镜取得5比3的领先 随后的正义镜反手快思 发球抢攻反手位 接发球正手挑打 取得9比4的大比分领先 布鲁纳发球追回1分 正义镜反拉直线球 以11比5轻松拿下了第三局比赛 可能是受到了第二局比赛 对手追分的影响 正义镜在第三局比赛注意力非常集中 强化了前三板的主动进攻能力 没有给对手太多反击的空间 到了第四局的比赛 布鲁纳接发球侧拧 反压底线长球取得3比1的开局 正义镜发球直接得分 对手发球抢攻失误 比分打成了4比4 正义镜反手快攻大角度 发反手位球 取得6比4的领先 布鲁纳请求了暂停 随后正义镜反手拉直线 布鲁纳接发球拧拉 正手打中路 将比分追到6比7 这样双方比分再一次靠近了 正义镜发球得分 布鲁纳发球抢攻失误 6比9落后 随后双方都接发球抢攻出现失误 正义镜10比7拿到了赛点 布鲁纳正手拉直线 又追了一分 这样正义镜以11比8拿下了第四局比赛 正义镜在第四局比赛 重点攻击对手的反手位 限制对手的反击 布鲁纳接发球环节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在反手被限制的时候 敢于正手进攻 所以双方比分在中局阶段没有被甩开 这个年轻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接下来 正义镜很有可能成为陈梦的主要对手 因为两个人分到了单打同一半区 这或许是陈梦4分之4区 最有竞争力的一个对手 这个老将不光是有比赛的经验 整体的实力也不差 对陈梦来说 还是要全力应对 不过双方毕竟打了很多次 都知根知底 就看双方的临场发挥能力了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